都什么年代了呀 还会有用传统笔记本办公 看看三折叠吧 怎么笔记本也有三折啊 众所周知 笔记本是可移动设备 想要更便携就没有办法大屏幕 但在人类试图征服这个不等式的时候 走火入魔的设计师催生了 两面都是屏 侧面小副屏 一眼大开门的奇葩产品 这三折叠笔记本的看似不好用 实际上确实不好用 十多年之后呢 设计师回过神来了 选择了中庸之道 让窄小的副屏 安心地待在C面 实在是有亏于我们便携 还有大屏幕全都要挡得出心了 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在不牺牲物理键盘 不牺牲横向空间的情况下 笔记本该如何解决超大屏幕呢 一家来自深圳的厂商GPD 给出了最简洁有效的方案 按悬色往屏幕上面再加一块屏幕 这不就都有了吗 起名字也很简单 就叫GPD-DO吧 对此我只能说 天才啊 按照惯例的话 我们来看看配置表 两块屏幕呢 都是OLED材质的 而亮度跟色准的都很不错 就刷新率 只有iPhone标准版级别了 略选的有点可惜 CPU呢 用的是MD锐龙的AI9HX370 最新最潮的振舞架构 保证性能是够用的 和显能升级到了16CU 重量跟厚度呢 虽然高了一点点 不过呢 多加了一块屏幕啊 它就只能这样了 总算进入到 我们最喜欢的外观环节 我实在有点迫不及待的 来展示它的设计了 不进行光益展开的时候呢 黑色而正直的设计 让它看起来呢 就是一块方砖 当然了 拿起来就更像了 不过呢 这样直来直往 少有圆滑的四边 就很有一种手机圈 潮流小立边的感觉 那我是很喜欢这种设计的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回到第一个A面 素皮还有金属的融合呢 其实是功能上面的考量 因为这是一个固定角度的支架 打开到位之后呢 它是相当牢固的 支架上面呢 则是金属格栅 还有亮面logo 让我们打开第二个A面 哎 又是一样的设计 只是缺少了素皮支架 而C面的键盘呢 只能说中规中矩了 属于跟轻薄本 一桌吃饭的水平 最后呢 让我们富有仪式感的 掀开它的真面目吧 不觉得这很酷吗 作为一个理工生 我觉得哇 这太酷了 很符合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科技并带有趣味 最常规的 穿天高展开 让13寸的笔记本呢 见色18寸 而且呢 还是双屏的哟 虽然最近大意呢 正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调整期 不过呢 它能够随时随地的 分屏看盘 对股民来说 还是很有用的 我上屏放着大盘云图 纵观全局 然后下屏呢 就放仓位 细致如微 就是最后这个钱包的钱 为什么越来越少呀 若是F1爱好者 那更是重量级了 上屏放转播画面 下屏的话呢 就放Live Timing 放赛道图 放Team Radio 让数据控非常满足 除了常规展开模式 GPD在转轴上面下的功夫呢 让DOO的双屏极具可玩性 可以把上屏幕向下折 把内容分享给坐在对面的人 而FN加F3呢 就能够快速地关掉上屏 或者说完全地折过去 当做普通的笔记本来用 这个时候合上的话呢 它又变成了一块大屏板 不过这个时候 重力感应呢 就有点敏感啊 稍微动一动 它就会黑屏换方向 但是总之 三折叠 怎么折都有面 在屏幕素质方面呢 就堪称逆天了 两块屏幕的色域覆盖呢 均能够达到接近100%的Adobe RGB 然后色准呢 也能够做到ΔE小1 把屏幕显示 直接做到了专业级啊 然后亮度的话呢 双屏的SDR的亮度呢 是380尼特左右 HDR的时候呢 下屏呢 只有390尼特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Windows的bug 总之呢 无论是做图啊 玩游戏啊 还是看电视电影 你都不用担心 这两块屏幕的素质 剩下的惊喜呢 来自于接口 GPD-DOO呢 不仅有着丰富的常规接口 针对生产力需求 又加入了 知识UHS-RV90SD卡的读卡器 以及2.5GB的网口 还有能够无损外接显卡的OakLink 至于说上屏幕的这个C口 不能够传输数据 但是呢 可以让上屏变成便携屏来用啊 支持DP一线通的手机屏幕 也可以直接的连哦 而Switch PS5这类的游戏机 买一根HDMI转接线就能够用了 我只能说这个产品经历啊 你是懂互联网的 在屏幕跟接口上面 多了这么多量 那么它的厚度跟重量上 自然就不占优了 实测重量呢 是2.27千克 基本上呢 是游戏本的水平 再加上100瓦PD充电器的旅行重量呢 是2.53千克 厚度呢 则有26毫米左右 进入性能测试之前呢 我们先来拆机 双风扇 双热管的散热配置 中规中矩 板载64GB的LPDDR5X内存 然后频率呢 是7500MHz 然后内置的SSD呢 是ETB的SN580 然后单面颗粒五环的设计呢 会更加的稳定一点 测速如下 并且呢 留有额外的M.2插槽来拓展哦 最后则是8080电池 只开单屏的话呢 250尼特亮度 PCMark10续航呢 是12小时31分钟 这是不错的成绩 那么双风扇 双热管能够压得住 HX370吗 由于我们手上这台呢 是工程机 然后默认设置下呢 它的烤机五分钟之后的功耗呢 会降低到35瓦 所以使用Reson Controller 来锁定到50瓦 烤机15分钟之后呢 CPU此时的温度呢 是88摄氏度 然后表面的温度呢 稍微有一点烫手 来到了39摄氏度 可以稳定50瓦性能释放 那还是很强的 代价的话呢 就是风扇齐飞到48分贝了 已经接近一些游戏本了哦 有了稳定50瓦释放的平台 那么HX370能否支撑起 大家对它性能的期望呢 在50瓦下 HX370的CPU单核性能呢 相比上一代的7840 提升了近15% 而这一幅度呢 跟Zen 3加升级到Zen 4的时候呢 基本持平 但是呢 这个时候 HX370的单核性能 就已经超过了 桌面Zen 4下放的7845HX了 而多核方面 得益于同构紧凑核 同功耗下 HX370的多核性能呢 提升了近40% 若是未来MD能够解决 核间通信延迟的问题 那么HX370 哦 那这都很强 不过呢 低功耗下呢 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提升了 甚至会出现性能倒挂 10瓦下 单核呢还是有一些提升的 多核就直接倒挂7840 10瓦的情况下呢 只能说稍好 只有来到30瓦 才能够喂饱HX370的CPU 核显的话呢 由于这一次的890M的话 它不仅将架构升级到了 RDNA 3.5 还把规格呢 提升到了16CU 所以呢 50瓦的理论性能上面呢 提升了有15%到20% 然而低功耗表现欠佳啊 那主要原因呢 还是CPU会抢功耗 那这样的情况呢 让我有点担心 未来的运长机啊 完蛋了 运长机它又被7840质子锁死科技了 实际在游戏表现当中呢 又有着同样的问题 50瓦的HX370呢 是天神下凡 在720P高特效的设置下 定型线5 2077古命暗影中呢 都能够十分流畅的游玩 但是将功耗限制到了15瓦 甚至30瓦的时候 比起7840提升呢 就微不足到了 可以说890M的核显 确实是提升了规格 但是对于功耗的要求 就更高了 至于说10瓦这种CPU跟GPU 互相抢功耗的场景 反而进步不错 都快赶上Steam Deck了 若是MD能够定制一颗 CPU核心数更少的Z2E 给掌机使用 那么Win掌机 还能未来可期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过分悲观啊 毕竟HX370呢 给轻薄本用 才是常态 现如今的轻薄本 50瓦的性能释放 属于极格线 在这个基础上 890M的性能呢 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上述三个游戏 换1080P分辨率来运行的话呢 依旧是可以很流畅地游玩的 而黑神话悟空1080P下 中特效有51帧 虽然50%的渲染 跟AMD的真生成 让操作力有延迟 但是这不重要 未来可期吗 另外英雄联盟全开特效呢 有个181帧 为契约1080P低特效呢 有个216帧 甚至CS2低特效呢 有个173帧 说明HX370的CPU性能 哇 还是很强的 对于网游来说呢 性能充沛 当然了 如果说对于性能 有更高的追求 那么GPD Duo 还有一个绝招 就是Oaklink 可以无损连接 GPD G1显卡 物上面的那个 内置的显卡 来提供 接近4060的性能哦 在相同游戏 相同特效下 将分辨率提升到2K 比起890M 帧数接近翻倍 让Duo秒变游戏本 作为一台拓展 笔记本边界的 双屏笔记本 它注定是不适合 所有人的 为了双屏 GPD Duo 牺牲了轻薄便携性 增加了操作复杂性 还可能会缩短 电池续航时间 这些因素呢 使得它更加适合 一些特定的用户群体 比如说 美术工作者呀 程序员呀 或者是金融从业者 但你不得不佩服 它的设计 体现在创新和实用性 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 在这个沉闷的 笔记本电脑市场 注入了新鲜的火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什么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跟我们投币分享哦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